第六屆的超級豆粉舞茶聚會 首次來到台中舉辦啦 那這次一共有30組的家庭南下北上來參加 豆粉們化身成為冒險家 準備來尋找生物囉 看看大家入場時多麼期待的表情 馬上就來到了第一關 尋找夥伴 在第一關大家就玩得非常的開心 那很多人呢都想趕快將手上的十六宮格填滿 也認識了不少夥伴喔 看看我們進圈馬咪還獲得人氣王呢 那連線完呢就到了第二關 育蛾利器 這關讓豆粉們對於豆堡的產品有更多的認識 看媽咪們都玩得超級刺激的 看看媽咪們都玩得超級刺激的 這樣子多麼的感動啊 現場也邀請了第一次參加的豆粉們上台 來跟我們分享心得 大家好 這是第一次參加的午茶區 那我覺得豆粉的工作人員 就是每個人都很溫暖 然後我剛看到這照片的時候 就是太感動了 因為有一下 有懷疑二胎 所以非常 懷疑二胎 非常容易感受到水 感覺其實我對著哭 我一開始接觸的話 是在我還沒有懷孕的時候 我覺得還有就是 這個明細片後面 它都會記得我每個人的那個 就是 跟豆毛的互動 我覺得這點真的是還滿多的心理 謝謝小妹給我們這個機會 然後我也可以第一次參加到豆粉這個舞台 很高興在這邊 看看認識大家 我也是經過我一個好同事 跟我分享的豆毛的東西 我才知道豆毛 咦 原來有這個豆毛的好用 它的價錢其實也 覺得到很貴 所以很擔心 來這邊認識大家 希望你們以後 大家繼續支持我們豆毛 謝謝 可是我是默默的關注 豆毛我才會關注了很久 但是我其實自己看到建議貼文 覺得這東西好像不錯 買的一樣 就買第二樣 第三樣 就要種的一樣 只要缺什麼就會想到豆毛 去看看豆毛有沒有賣 但是我剛剛看到明細片的內容 我突然知道 為什麼豆毛會選擇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默默的在關注每個人 謝謝媽咪在小肉肉出生前就喜歡豆毛 居然知道我出生前就開始關注了 生日禮物要送什麼 我都會說 我就會丟你們的網站給他們說 你可以去上面看 然後上面的東西都很好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很少網路上面的店家 然後可以做到這麼的感動 有溫度還有人情味 我覺得用兩個字來形容豆毛 我覺得就是溫度 真的很謝謝你們 因為我覺得不認真你們很辛苦 對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那豆毛呢也準備了超級大的蛋糕 要來慶祝九月生日的 寶貝媽咪還有寶貝 大家生日快樂 怎麼了 我是 pregnancy人家 pains 喂 murders Kirk